學歷史 哈囉大家好 我是華倫 為什麼不要學歷史 因為學歷史 會讓你了解到頂層階級的思考方式 成為他們的競爭者 所以他不希望你去學 還有學歷史 會讓你看到許多前人成功及失敗的案例 你的競爭對手想要好好的睡個覺 所以他也不希望你去學 最重要的是 學歷史會讓你了解人性 你的老闆以及同事 都希望你保持天真的心 所以他們更不希望你去學 就是因為這些原因 接下來我要跟你說的是故事 而不是歷史 今天主題是不要為了眼前的利益 而忘了自己的目標 我們上次不是有說這個春秋時期 靖文公的故事嗎 這故事中有說到 靖文公聽了這元帥的建議 準備先公衛再公巢 最後與這楚國決意實戰 然後他不是攻下了衛國這五路程嗎 今天我們接著說 這靖文公順利拿下衛國的五路程之後 這衛國國軍放下了人民 自己一個人逃走了 所謂蛇烏頭不行 現在國軍都跑了 那滅了衛國可是一塊小餅乾 這時候靖文公跟仙人說 走我們就一舉滅這衛國吧 但是仙人卻給他澆了個冷水 他說什麼 主公啊 我們這次出來 表面上的原因呢 是因為楚國進攻宋國 所以我們要出兵解救這個宋國 但實際上目的呢 我們是怎麼樣 要與楚國爭霸成為霸主 現在雖然衛國國軍跑路了 但是 宋國的危機還沒解除啊 而且我們與楚國的戰爭也還沒開打啊 所以我建議呢 我們按照原定計劃繼續攻朝 等到這楚國來救衛國的時候呢 我想我們已經到了朝國了 甚至已經攻下朝國了 到時候啊 楚軍若是要再來救朝國 我們就可以在那邊以義代佬與楚軍一戰 同時解除宋國被包圍的危機了 最重要的是 我們連攻下兩國呢 也會造成楚國心理的壓力 靖文公聽完之後說 嗯好 就按照你的規劃進行吧 打個岔 你覺得 靖文公真的是這種貪圖眼前利益的人嗎 有可能啊 因為我不是他 我不知道他當時真正的想法 但是有沒有一種可能呢 其實 這是他對先整的一種測試 畢竟先整是剛剛被提拔成為元帥嘛 他想要知道 這先整是不是為了眼前的小力 而忘了自己的目標的人 因為 這次的作戰目標 是先整與前一任元帥戲弧所制定的 要是先整會因為這場小小勝利 而就忘了之前元帥的計劃 那這個人還要重用他嗎 心理就必須要計劃一下了 不過還好 先整通過了這場考驗 決定依照原先的計劃 繼續進行 其實很多時候 在我們工作進行的或是人生的歷程上 也常常會發生這種事 在達到最後目標的過程中 一個小小的勝利 常常會讓我們忘了自己真正的目標是什麼 簡單舉個例吧 我們努力工作最終的目標是什麼 是為了要有一份工作 還是為了要有固定的收入 或是我們可以更明確一點的說 做這些事情 主要是為了讓自己財富自由 若目標是財務自由 那你需要是什麼 我想 應該是一個穩健的投資理財方式 幫你創造足夠的被動收入吧 而在這個穩健的投資理財方式 幫你創造足夠讓你財務自由目標的金額之前 其他的應該都只算過程中的小勝利不是嗎 好比你今天升官加薪 這個勝利呢 可以讓你離財務自由的目標更近一點 因為你可以取得更多的資金 進行投資理財 以創造被動收入 但是 要是你把這升官加薪所增加的財富全部給消耗掉 而沒有放到創造被動收入投資之中 最後會變得怎麼樣 最後會變得呢 你要一直追逐工作中的成長 因為一旦你無法成長 無法跳槽 或是公司倒閉 你馬上就會面對路不敷出的風險跟壓力 不是嗎 別誤會 我不是說呢 不用在工作中努力表現 而是這些努力及表現呢 要對你的目標達成有實際上幫助或是進展 我們不能從新聞中看到 許多明星或是所謂的成功人士 曾經風雲一時 但是呢 最後卻留著怎麼樣 晚景淒涼 為什麼 就是因為他呢 沉醉在當時過程中的勝利 而沒有往目標繼續向前 甚至呢 根本沒有目標 所以一定要記住啊 千萬不要為了眼前的力 而忘了自己的目標 不然 就算你的位置爬得再高 有一天回頭一看 你可能發現自己竟然還在原地 你說是吧 若是你有其他想法 也歡迎留言給我哦 好啦 我們今天先說到這 如果你就是不聽我的勸 想知道完整版的故事內容 你可以從說明欄 找到我愛故事頻道的連結 不過記住哦 你是來聽故事的 而不是來學歷史的 要是您喜歡這個頻道 麻煩您動動你的手指 追蹤留言 或是給我五星評價的支持 以及分享 謝謝您來收聽 我們下次再見